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多謝大家今早來這個記者會 行政長官會先向大家發言 之後會接受大家的提問 請大家提問的時候用麥克風發問 我們先請行政長官 各位傳媒朋友早晨 近日特區政府公佈的一些經濟數據 都已經清楚顯示了香港的經濟 進入了一個很嚴峻的局面 例如是昨天我們公佈 在今年10月零售銷售的總額 比去年的同月下跌歷史以來 最嚴峻的24.3% 我們亦都預測 目前仍然是低企的3.1%的失業率 會隨著香港很多的行業 受到的影響而是上升的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 特區政府會很努力 密切地監察的情況去推出一些舒緩措施 來達致我們可以撐企業、補就業和紓解民困 所以我在這裡可以公佈 我們很短期內會推出第四輪的紓困措施 如果大家記得 特區政府分別在今年的8月、9月和10月 已經先後推出了三輪的紓困措施 動用了大概200億港元 即使我們預計今年或者未來一兩年 香港的公共財政都會有虧損 出現赤字 但這個正正是我們用好過去這麼多年積聚的財富 我們的盈餘來到為市民解困 所以我已經要求各司局長 除了早前要求他們在每一個局的工作裏面 都要以壓止暴力為己任 全力支持警隊之外 也都要要求他們在他們局裏面的工作 如果遇到有一些界別 出現了一些困難 我們都要以一個紓困的角度 來幫助這些業界去解決 近日我也收到個別的立法會議員寫給我 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形之下 業界面對一些困難 我可以跟大家說 每一個個案 我們都會很認真地 用我剛才的角度來審視 希望能夠為受影響的人士和企業 提供到一個即時的舒緩 看看大家有甚麼問題 這位 早安,林太,TVB 想問有關人權法 中央已經提出了一些反制的措施 包括制裁美國五個組織 這些組織在香港也有分佈 會不會是透過港府去實行制裁工作 是怎樣做呢 第二就是美國通過這個人權法 對香港實質有什麼影響 因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我們昨天都在立法會 承認對創科是有一個重大的影響 林太,可不可以解釋一下實際會是怎樣 還有有沒有措施處理 最後想問就是 律政司司長陳茂波 是否已經回到香港何時復工 謝謝 第一就是特區政府對於美國國會通過 而美國總統簽署 這個香港人權與自由法案 我們是強烈反對的 我們覺得這個法案是完全沒有必要 亦是完全沒有理據 香港的人權和自由 都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事實上我也想問 究竟香港的市民在哪方面的自由 是受到磨損呢 我們有傳媒的採訪自由 我們有參與集會示威的遊行 我們有宗教的自由 我們在很多方面都享有高度的自由 所以由一個外國的議會和外國的政府 透過他們自身的法例 來干預香港的事務 我覺得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但既然通過了 那你剛才問 中央用什麼方法 特區政府會受到什麼 或者特區會受到什麼影響呢 我留意到國家外交部 昨天是有兩樣說了的 所謂制裁的做法 一個就是暫時不會再審批 這些美軍的艦和機訪港 這個一向以來 在回歸以後 都是一個外交事務 都是由中央批准了之後 特區政府才配合跟進 由我們有關的部門 怎樣可以方便這些軍艦 可以來到香港作一個所謂休整 所以這個是相對簡單的 以前都是這樣做 要外交部批我們就配合 所以暫時不審批 就不能跟進和配合了 至於第二方面 對於一些非政府機構的制裁 我現在沒有任何的資料 亦都不是得息制裁的內容 但是無論如何 都是用回我剛才說 它是一件外交的事務 所以我們都是在香港依法 按著外交事務中央的要求 作出這個配合和跟進 至於這條法案 對香港的影響 其實就決定於究竟 在法案裡的相關美國政府的部門 它到時會採取什麼態度 因為法案的內容主要是說 在一段時間之後 美國政府要做出這些審視 所以決定於美國政府的審視是怎樣 對於我們來說 當然是有影響 剛才已經說過了 在外國政府做這個舉措 目前的影響是信心的影響 是製造了一個不穩定的環境的影響 因為企業會擔心 究竟美國政府 將來用這條法案去作出審視 然後採取行動的時候 會是什麼行動 亦都是這個原因 我留意到各大的商會 都是強烈反對這條法案 甚至這條法案 會是傷害到自己的美國企業 大家都知道 美國企業在香港 是佔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接近應該超過一千三百間 美國的企業在香港 而且大部分 都不是一個簡單的一間公司 它都是用香港作為他們的 在這個區域裏面的總部 或者總部的辦事處 所以再進一步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 某一些行業的發展 比如你剛才提到的創科發展 目前是沒有具體可以評估得到 但是信心不穩定的環境 當然對於任何一個經濟體 都不是一件有利的事 第三關於律政司司長 律政司司長現在仍然在放病 但是他個人的私隱 我就不方便透露 下一條問題 前面再生氣這一位 你好 香港電台 林太太想請問 有關這個星期日的示威 依然在區選之後 平靜了稍為一個星期 就依然有不少的人 再次出街頭示威 堅持民間的所謂五大訴求 想問一下這個你自己怎麼看 另外就是有關之前 其實比較早之前 中央對著禁營違法的法庭裁決 有一些評論 那你自己又怎麼看呢 會不會都希望 就是無論是甚麼機構都好 不要去太過干預一些法庭的判決 謝謝 第一 上個禮拜我站在這裡 我正正就是 表示一個我自己的期盼 我相信也是廣大市民的期盼 就是說在區議會選舉 前幾天和後幾天 那大概十多天的寧靜 希望能夠持續下去 而不是純粹為了有一個區議會的選舉 也是這樣才能夠達至我剛才說 為了不再令到香港的經濟蒙受更大的重創 市民的生計不會受到更大的影響 是需要有這個回復社會平靜 以及是沒有暴力的環境 但是很可惜 剛剛過去的周末 即是周六和周日 在九龍地區 又是發生了這些 過去幾個月困擾著香港市民的 倒路、縱火、釘汽油彈 警方要執法的時候 也都是很克制 但是無可避免 也都是要用一些催淚彈 我們又重複看到這些 大家很不願見的暴力的場面 對於我剛才開場白很簡單地說 希望能夠有一個方法可以停止這些暴力 讓我們的經濟可以有復甦的機會 現在又是淋了一些冷水 所以我當然希望這種暴力的行為 可以盡快去釋止 至於在司法覆核裡面 有一些中央的機構發表了一些講話 我早前都回應了 我可以理解他們是因為這件個案 而是有一些關注 但是對香港來說 我們仍然是堅守一國兩制 以及堅守法治 法治裡面重要的一元素 就是司法獨立 所以這些將會是我們堅持的立場 有關這些訴求已經答了很多次了 所以目前是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所以目前是沒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所以現在是有什麼可以補充的 先生,你指出了一種研究 你們說會設立立場合作 聯合作的研究委員會 去看這些資料 但那些人現在已經沒有請問 已經在六個月之下 It's clear that so many people at least 2 million people on the streets back in June they wanted to have an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f inquiry to look into the police handling of the protests as well as the courses of the unrest. In fact the international expert panel of the IPCC already said that the IPCC itself lacks the power to conduct a rigorous inquiry into the policing of the protes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find a way out of the crisis. so why not try listening to the people and what's so w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hat so many people have so sincerely wanted you to do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well first of all it has been some time ago that i announced that we would invite a group of community leaders and academia and experts to independently look into the causes of this prolonged social unrest including the underlying deep-seated problems that have been bothering hong kong so what i said perhaps in more explicit terms last tuesday was the idea of inviting these people to form themselves into an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and this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will look into the causes which is our first part of your question of the social unrest and come up with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see the recurrence of this social disturbance in future so we have to tackle not only the phenomenon but also the underlying causes as far as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lice the well-established mechanism is to use the ipcc to look into those allegations and complaints and this time the ipcc has chosen or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conduct a thematic fact-finding study into the more significant incidents that have caused a lot of public concern by now the ipcc has already worked for five months now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for the ipcc to complete its finding and for society to examine the findings and have a good discussion on the outcome of the ipcc report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大五位了 新华社提问 您好 行政长官 那么昨天财政司司长 陈茂波先生提到 就说截至明年的3月31号的财政年度 特区政府可能会出现赤字 这一点您刚才也提到了 这会是15年来的首次 那么特区政府会如何应对呢 您认为要改善经济环境 百业兴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您刚才也提到了 特区政府会推出第四轮的纾困措施 能不能具体透露一下有哪些方面 谢谢 首先财政司司长昨天已经公布了 这个财政年度 无可避免会出现一个赤字 这个赤字是过去15年以来首次出现的 也是说我们香港特区政府 对上一次的财政赤字是2003到2004年 也等于说过去十多年 我们累积了很不错的储备 大概有一万一千亿港元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让我们用好我们的财政能力 为香港的市民解困 也希望协作企业能保住他们的员工的就业机会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应对 那怎么应对当然是要让我们的经济尽快的恢复起来 当然这次我们面对是我们说的外优内万 那是内外优就是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的糾纷 也有一些外围的经济的不稳定 因为香港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 所以我们受到影响 那么内忧当然是过去大概差不多半年 一些社会的弄荡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都要珍惜香港 这个多年来建立的我们的这个生活和香港的实力 不要再让它被破坏 所以压制这个暴力还是我们现在的手绕的任务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断的扩展我们的经济的能力 好像我上个礼拜五我就到了泰国 一天就是跟泰国政府达成一个高层的这个备忙录 也跟他的泰国的副总理开了一个高层的会议 为香港的企业 香港的专业的团体到泰国到东盟发展 提供更多的机会 这个工作尽管我们现在面对很大的困难 我们还是继续会做的 有关你问到第四轮的这个有关纾困的措施 这个是继我们8月9月10月 已经出了三次的纾困的措施进一步的 我看还是让财政司司长很快要宣布 但总的这个方法还是要针对性的 我们希望看到什么的企业在什么的界别 他特别有困难 我们就为他们提供这些纾困的措施 希望能解决他们目前面对的困难 多谢大家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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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